伊哥达拉本赛季被阵火箭缺阵三次,勇士全部输球,似乎他一伤勇士出现了松动。 从记忆次看,伊哥缺阵在进攻端的伤害要比防守端更大,其实勇士的防守没有问题,问题在于进攻,伊哥缺阵,使得勇士的阵容必须上卢尼和贝尔中的一个,而这两人在进攻端是没有侧应能力的。 火箭针对性的放着两人接球,轮转迅速跟上,如果是伊哥或是格林在这种情况下接球,或许能够直接带传给空位的队友,导出得分机会。 但卢尼和贝尔没有这个处理球的能力,因此勇士整体的进攻非常质色,伊哥既能提供侧应防守,又能带进攻端运转球,他的作用是很难用一个人来替代的。 勇士用卢尼和贝尔顶替伊哥,结果进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,被火箭很好的针对料,库里,KD,掏神,格林,伊哥,这个阵容防守端特异,对基础侧防守人,格林和KD又能提供护框,进攻端五个人都能传导球,都能突破,都有射程,这个阵容如果把伊哥换成卢尼,或者贝尔,防守端没问题。 但进攻端卢尼和贝尔不具备侧应能力,或有终结能力,如果他们接到球无法攻坑的话,就必须传出来,火箭这一场防得很聪明,故意露出或占亚卢尼或贝尔接球,其实第一时间接到球,勇士其他点是有空位的,但这两人不具备传出去的能力,或能再往外传,这样进攻,就太不流畅掉。 如果下一场伊哥还是打不掉,勇士可能会用利文斯顿代替伊哥,这样一个博命阵容,结果如何?就看双方林长发挥料,感谢观看,喜欢士兵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。